西洋市議長黃錦泰拜公室被檢調跟廉政署 搜到了500萬元的現金指控他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財產來源不明罪 並且發現他跟保德利董事長張雅麗有過多通電話 還有簡訊的記錄 張雅麗也在凌晨時分主動向檢方說明 要協助釐清真相 我們都是非常坦蕩蕩 我是清白的 西洋市議長黃錦泰的500萬元到底怎麼來 檢方查出與張女的六通電話兩封簡訊有關 其中這張女就是被稱為購物戰天后的張雅麗 21號凌晨以證人身份被簡聯約談 張雅麗共稱這是給黃錦泰的政治獻金 原因是他認為黃錦泰是有能力有魄力的人 並強調兩人沒有任何利益與對價關係 速度送政治獻金給黃錦泰 但黃錦泰都拒絕他 被稱為購物天后的張雅麗來頭不小 是中華觀光景品協會會長 保德利國際公司董事長 也是最早創立陸客購物站 遍及北中南 兩年前張雅麗還在京華城設立大型免稅店 成為陸客團刷屏點之一 也成功帶來觀光財 購物是台灣發展觀光的經濟的重要來源 而黃錦泰昨天再度以200萬元交保後船 檢方隨即當庭抗告 願檢漏夜整理政證 預計下午高院就會有裁定結果 優點TV零天五星輪綜合報導 需要提供配合 也判過 好 有